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可以从生命线的形态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 也可说一个人生命线的长短并不直接代表着他寿命的长短 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生命体质的强弱 如果是生命体质比较弱的人相对身体状况就会差很多 对寿命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二 看线纹的颜色 在手相中对于手中长纹颜色的判断也尤为重要 就比如说一个人手中的皮肤 如果是长纹清晰可见色泽红润者 则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 这样的人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 如果长纹比较苍白暗淡的情况 则是说明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么自然也就无法长寿 三 看掌纹的走势 在一个人的手掌当中 纹路的特点可以展现出来一个人的运势变化 大多数的掌纹不清晰或者是运势很差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且事业运和财运也会出现下滑 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 那么是无法正常完成工作的 一个疾病缠身的人 自己的精力也不能够很好的集中 去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 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样对你的身体状况是更加不利的 严重影响了寿命的长短 二 短命的手腕特征 一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 手巷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 如果你手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 这样的手巷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 容易早逝短命 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 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 而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 会出现健康纹来预警 二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 一般来说 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 不是断断续续的 但有少数人手向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 有一些人手向中的生命线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生命线的纹路中间有缝隙 后面又连上了 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佳 断裂的位置代表对应的流年 这一年会遇到大的灾难充满了破坏力 更暗示这一个人的寿命不长容易早逝 三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 如果你生命线的末端位置出现了很多分叉的小细纹 如同流苏形状的一般纹路 这样的生命线也是十分不吉利 根据手向学的说法 生命线有流苏纹的人 是一个健康运势非常不好的人 他们的身体技能会急速衰退 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 时常还容易出现头晕脑胸闷的情况 长久下去必定会猝死 因此这样手向的人 要立刻改善自己的饮食 作息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否则则容易短命早逝 四 生命线很短 从手向中看生命的长短 就离不开对生命线的分析 因为生命线的长短好坏 如果一个人手向生命线很短 或者线形很细 甚至生命线断断续续 有时候甚至看不太清晰 纹路也十分不清晰 那么生有这种手向特征的人 就容易是一个短命之人 甚至有的人会出现从小体弱多病 这样的寿命自然不会很长 也有的人会遇到飞来横祸 无妄之灾 五 生命线有十字纹 这种手纹的人 天生的体质差 免疫力低下 到晚年时 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 此类人最应该在年轻时 便注意调养身体 坚持体育锻炼 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这样晚年时 才不至于被病症缠身 六 感情线杂乱无序 这种手纹的人 多多少少会有些心脏方面的问题 需要特别注意心脏方面的保健 而且这种人 大多性格容易急躁 在日常生活中 情绪的波动起伏也十分大 常常会被一些烦恼所困 生活中忧愁的时候多 快乐的时候少 想要生活顺畅 活得久一些 在平时需要多看看一些 凡事少些斤斤计较 三 长寿的守闻特征 一 手掌有心闻 手掌有心闻是寿命长的手相 一般手相能看出寿命 是我们较常见的一种说法 手掌有心闻的人心态好 他们会以一种好的心态 连面对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 或好或坏 他们也都可以接受 让他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时 都不会因为急火攻心 而产生疾病 寿命长短跟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心态好 寿命自然会长 所以这是象征寿命长的手相之一 二 生命线中有水星线 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 是绵长 身厚 红润的 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 气势磅礴 发源如果是位于 大拇指和食指中间 逐渐流向掌底 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 不易患病 等长寿的手相特征 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 又称作第二生命线 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 一般预示 此人身体 各脏器运转良好 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 是健康长寿的体格 此外 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 没有坎坷 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 可以长命百岁 一辈子好运 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 说明你的运势很好 三 生命线深长 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 身体健康 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 所以想知道 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 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 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 生命线粗而深 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生命力顽强 是一个体格强健 身体健康的人 很少会被疾病困扰 有非常好的健康状态 也因为这样 他们的寿命 往往比别人更加长一点 四 贵人线交叉 贵人线呈交叉状 文献深且清楚 这种人白手起家 不仅可得功名利路 寿命还非常的长 如果贵人线搭配上太阳线 由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 没有病灾 可以名扬四海 多子多孙 至少可以活到九十岁 五 三角纹 手掌上的手纹 有几条线构成 三角形的纹路 便是三角纹 一般来说 手相中出现三角纹 并且形态清晰的话 属于吉利的手相 若是手心中 有一个很大的三角纹 代表一生平顺 身体健康 抵抗力强 就连感冒也很少 六 米字纹 米字纹手相 会出现在 我们手上的很多地方 比如说 大拇指头上 有米字纹 整体来说 运势比较好 成上身的趋势 天赋方面 居向于艺术 以及心理学 事业上的成绩很大 带人和善 追求平淡的生活 不会计较名利及金钱 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 他们不仅有着 非常好的命运走势 还有着很长的寿命 手相是人体的重要组成 手蚊的变化 跟身体的健康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还需要结合 其他方面来看 如面相 志向等方面 这样才能真正看出 一个人的寿命 是否长短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 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 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 再见